那问题04的部分的话 接下来就是什么 各部门 部门卖什么样的产品 他的业绩总和 所以部门 从部门跟产品之间 做交叉分析 那我如果希望看到的结果 也长得像这样 就是 哪一个部门 他哪一些产品 也是帮我把它交叉分析一下 其实做法差不多 所以我们再来就是 就是把那个 干脆把刚刚的这个工作 03好了 干脆复制一下 Ctrl键按住 这边的话呢把它改成04 那我们如果部门 现在差别就是说 限市不要 所以限市不要的话呢 把它往上拉 拉到空白处 就是移除 放开限市 然后呢把页 这个部门名称 拉到那个列标签 并且 帮我把什么呢 把那个 哪个产品 产品名称 所以这边的话 商品名称 拉到哪里呢 蓝标签 放开 是蓝标 我看看 它是要统计 分类 这边不是名称 是 分类名称 所以把那个 分类名称 拉到蓝标签 放开 OK 这样子 那就可以统计出我们要的 所以04 就可以很快的产生了 所以你一目了然就知道说 哪一些 不过其实也是一样 数字部分 真的比较不容易 呈现出那个要的 比例问题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把 一样做把它做排序 所以按照 总计这一个栏位 那我们先把它做 资料的排序 所以资料里面有力道A 哪个部门 最后加总结果 是最高的 然后呢 再来什么 干脆用百分比算 因为如果没有百分比 看起来不太清楚 然后哪一个 哪一个部门 它的业绩是最好的 后面其实下面 你们也可以 如果有时间的话 底下也可以再插入一个 枢纽分析图 用圆柄图 就可以看出很清楚的结果 哪一个部门 所占的比例是最高的 所以这边的话呢 一样我们就是 还是一样 干脆把这个 这个部分的那个 里面的蓝设定 干脆把它改成百分比算 把它总和百分比 按确定 那这样的话可以看出 业务三颗 他的哪一个呢 他的 业绩目前看起来是最好的 占了百分之三十四 OK 然后 他卖的东西 OK 比重 2929 OK 总计多少 那这部分的话呢 金额部分 看起来好像卖主机 好像比较赚 其他好像真的是 汇流牌好像就是 赚那么一点点 OK所以其实 从那个百分比里面看得出来 哪一个产品 是销售主力 有没有 如果你 光看数字有的时候看很久还是看不出来 好像百分比相对的 可阅读性会比较高 当然最后呢 还是可以把它加上图 图的话呢 可阅读性相对 可以比 图表 表来得更清楚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对调 可否将上表 中 蓝列对调 对调的话 就把零四 拖拉过来 这边改成零五 那对调的方式的话就是 把分类 放到这边 把部门呢 拖拉过来 两者 对调一下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 从 分类名称 从那个 这个 以分类名称为 为主 去看什么呢 看这个业务 每一个业 顾单位 部门名称 他所占的比例是多少 OK 那这个是 问题零五 那问题零六的话呢 我们分别怎么样 各类产品的销售比数 刚刚的话呢是 各类产品的销售金额 的比例 那我如果今天要把它改成 不要是占 不是金额 而是他 销售的比数 不是加总结果的话 那这里的话 一样我把那个问题 零六 把零五 拖拉复制一下 那一样把它改成零六 所以第六个问题 那我如果要什么 不是要加总 所以 再来可能要先把百分比先恢复 所以百分比 恢复回来 那恢复回来的话 你就是把值的 显示方式再改成无计算 第1个 第2个的话呢 再切到 摘要值方式 本来是加总 那请你把它改成 项目 个数 本来是 三米符 那就是把它改成什么 康米符 按确定 OK 这比数就出来了 不过基本上看起来 比数好像比较没办法显示 太多的内容 所以这边的话 其他 OK 比数部分 这个是问题零六 那再来的话呢 后面还有7到 这边 中文字编册